亞洲女生最喜歡敷面膜了 宅在家要做什麼 當然就是敷臉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 美容編輯正方 這一陣子宅在家 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敷面膜 那我想亞洲女生真的很愛敷臉耶 就三不五十都愛敷 像什麼美白啦 保濕啦 抗老啊 什麼樣的面膜都有 那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片狀面膜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懶人保養 那我自己啊 其實是 把臉洗乾淨之後呢 我會先上化妝水 有的時候更over一點 就再上一點點薄薄的精華液再來敷臉 因為這樣子一敷 會把我自己的保養品跟 面膜的保養 利用短短的二十分鐘的時間 立刻輸送到我的皮膚裡面 效果會更好 其實面膜啊 如果是一些保濕的啦 我覺得天天敷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耶 面膜它裡面的那個精華液啊 其實很多面膜都標榜 它有一整瓶的精華液 好的片狀面膜 大概你敷一次 大概它的效果會持續兩到三天 所以你要說天天敷我覺得 那就不必了 除非你是 就要差使用不同的功效的 這種片狀面膜 那我是覺得也不錯 敷這個面膜啊 你記得 時間到了 就要拿下來 我覺得最久最久大概半個小時啦 因為你敷太久其實 皮膚經過太長時間的那種密閉效果 其實也不見得好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捨不得 還有一些精華液啊 你就拿來敷一下 我覺得像手肘啦 或者是一些關節的地方 比較乾燥的地方 你敷完臉之後啊 把面膜拿下來之後 你啊最好用手就是輕輕的按摩 讓這些精華液能夠再次好好的滲透到你的皮膚裡面 如果你之後不想要再擦任何的東西 真的可以去睡覺 那像我啦 還會再擦一個就是乳霜 等於說再做一個完整的封膜 這樣我才可以安心睡覺 其實啊面膜白白種 到底哪一款比較好呢 今天啊我請到三位網紅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他宅在家最愛附的面膜是什麼 那他們到底有什麼好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江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兩款愛用面膜 第一款呢就是 登登 那這款面膜呢 是我的 愛用品 它是非常單純的保濕面膜 然後 沒有添加香料特殊 礦物油跟酒精 所以非常適合在夏天啊 或者是 醫美手術過後啊 曬傷過後鎮定 都可以使用 敏感肌也可以非常的方便 那為什麼它會有愛用品肌呢 嗯 其實它就是非常單純的保濕面膜 那沒有什麼太多其他功效 可是 甚在它的 呃 身份比較單純 然後 嗯 嗯 比較萬用 然後 保濕面膜嘛 大家都很需要 加上它的精華液很多 敷完的狀況 也不會覺得 臉非常的黏 或者是很稠 很孤單感很重 那也正如同它的品名一樣 會 對我來說 透亮跟彈潤的感覺 滿明顯的 所以 推薦給大家 先來敷敷看這個 雞眼的光頭潤 試一下補水保濕面膜喔 雞眼的面膜浮上去 其實真的 還是蠻薄的 而且 如果你是 跟男友同居 在男友家過夜 敷這個 看起來應該也不會很可怕 好啦 敷完就像這樣 當然 它的精華液還是非常多 按摩一下 好 好 第二款呢 就是專櫃面膜 我相信這款大家都不陌生啦 然後這款是他們家的 熱賣款 酪梨面膜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作為 急救面膜使用 第一個 它的敷的時間 不用很久 它只要敷大概十分鐘 所以 非常適合當你在妝前 然後你趕著出門 要急救 或者是 你在 你那時候曬完 太陽的話 臉超痛的 然後就需要急救的時候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用 它敷完的 那種滑嫩感 是真的非常厲害 嗯 那就推薦給大家 我們一起來 敷敷看吧 阿 張櫃吉 大明明明的 薄梨面膜 也是有一層 網格紙 網紗紙 讓它維持面膜的形狀 所以當你今天是新娘秘書 你自己是新娘 你想要化妝 趕快出門 然後你又不想弄得 這裡濕 那裡也濕 這邊叽叽喳喳的話 這一款非常推薦 而且我手 也沒有什麼黏黏的感覺 也沒有什麼液體 還要來你拿那個 保鮮紙茶 網由飢餓層 幾乎一般的面膜 而且它拿下來 它的這個其實是有點黏黏的質感 拿下來之後超級清爽 而且滑嫩感 提升很多 以上就是日式的愛用面膜分享 剛剛Ginger就有介紹這個肌炎的光透潤的順效補學面膜 那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肌炎的產品 他們是開架市場裡面 真的就是針對蠻多一些乾性肌膚 或者是有一點出手靈的肌膚 一個很好的一個保濕的品牌 那他們這個最厲害的呢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獨家的水解礦物的多尿酸 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細小 所以能夠在你那種很乾很乾的皮膚上面 立刻就到你的肌膚的角質層裡面 進行一個很深度 很足夠的補水 那它這個啊 也是無添加色素香料 酒精跟礦物油 而且是弱酸性 非常適合敏感肌膚使用喔 嗨大家好我是平平 這裡呢是我平常比較常使用到的面膜 然後呢這三片是一片式的面膜 然後這兩片呢是清洗式的面膜 那我今天就來示範這個 這是保濕型的酪梨面膜 我特別喜歡這一款面膜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超級服貼 然後它是有點像是那種 矽膠嗎 就是那種黏動的感覺 然後完全不會動了 就是你可以用手機啊 可以看具什麼的 然後服貼到不行 然後精華液也不會丟來流去的 剛剛阿平平就是介紹這個 來自希臘的阿皮菲塔的 酪梨滋養保濕面膜 那最近啊 我身邊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都跟我說阿皮菲塔東西很好用 那我其實自己以前最喜歡的 就是之前最喜歡的是 阿皮菲塔他們有一款 就是仙人長的這種泥狀面膜 它就是對於肌膚有很好的修復效果 那這一款阿是剛剛平平介紹 其實君爵它也有大力推薦的這個 酪梨滋潤保濕面膜 那它裡面阿其實用到了 來自希臘有機栽種的這個酪梨 那這個酪梨就對皮膚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剛剛平平有說 因為這款面膜阿它敷完之後 臉非常非常的服貼 那我知道女生阿如果敷這種片狀面膜阿 如果閒不下來還想要做一下家事阿 或者是看書阿 它可能不是躺著 它可能是要立著 所以這個面膜的服貼性就非常的重要 那這一款面膜受到大家喜歡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它有半透明的生物纖維這個材質 所以它可以完全緊緊的服貼在你的臉上 當你在敷這個面膜的時候阿 你到處走動 它都可以很順利的幫你的成分好好的吸收 而且不會流糖質 哈囉大家好我是愛希 那因為最近在隔離期間 都沒有辦法有什麼跟大家互動的機會 平常如果是我完全沒妝的狀態的時候 我會在保養跟家事中間一直在來回的做循環 比如說我會先敷泥面膜 敷完清潔行李面膜的時候 敷的中間我就可能去吸地板吸吸塵器 然後呢再把它洗掉之後呢 我就會敷這種片狀的保濕面膜 Active Benefit這個牌子的面膜呢 是我近期發現還不錯的 等於是台灣自己的品牌的面膜 之前敷其實我覺得它很棒的一點是 我很喜歡服貼式的面膜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精華液很多 我就是即使拿出來了 它裡面那個重量其實很明顯感受到 裡面還有很多質 一樣就是兩片的 就是有一層的膜在上面 而且其實我很喜歡的就是 你看它其實眼睛這邊做得很貼合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它其實真的非常的薄透 然後我大概就是會敷個15分鐘 這時間就蠻足夠 比如說我可以把剛剛吸完的地板 用消毒的消毒水用抹布再擦一次的這個長度 好今天就分享這個面膜給大家 大家如果在家裡已經做很多保養 然後庫層的面膜應該也開始要需要再進貨的話呢 其實可以試試看 嘗試不同台灣自己的小品牌 其實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現喔 剛剛艾希啊跟我分享 她這一陣子在家都在家裡做什麼 其中有一個啊就是敷這一款 台灣製的AB面膜 那這一款面膜也是她介紹我才去了解的 那台灣的面膜其實也是非常厲害 有很多的品牌跟廠商都把面膜做得很好 這一款AB面膜啊它其實是保濕效果很好 它裡面呢用到的就是一個 環保的植物纖維的一個蠶絲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是敏弱性的肌膚 這一款AB面膜也可以試試看喔 接下來啊我自己要私心推薦三款 我的最愛的面膜 第一款呢我要介紹這個也是台灣的品牌ABYS的這個 它有縮小毛孔又有淨白的一個 暱稱金綠膜的一個面膜 這款面膜啊它裡面是用 利用那個美國杜邦的天絲綿 非常非常的細 它可以承載很大量的精華液 它利用很多深海的海藻 去幫肌膚做到一個保濕的效果 那這一款呢它就利用到了極光藻 藍綠藻的萃取 那這兩個棗它就是有很好的一個美白的效果 它裡面還加了一些像美白的傳明酸啊 或者是熊果素 以及就是東歐的蘑菇 它可以縮小我們的毛細孔 然後還有再加一點點溫和的水洋酸 所以你敷它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進行一個角質的一個更新的效果 同時讓你的皮膚更美白 那第二款呢 是這個就是感覺非常純淨的一個 來自北歐的Verso的牌子 你敷完之後啊 可以長達120個小時的肌膚保濕的效果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呢 就是用到了一個就是 人工的一個保濕因子 叫做AMF 跟MMF不一樣 那它就是它可以讓你的肌膚立刻爆水 然後再加上玻尿酸鈉 所以它可以給一個很長效很長效的保濕 它裡面呢 其實是利用到一個水凝膠的一個技術 它們其實是用來做燒燙商的膚膜 大概膚它 你可以大概三四天不用再膚臉 那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長效的保濕效果 那最後一款呢 我要介紹這個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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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N的 號稱口罩面膜的一個小的片狀面膜 那最近我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的臉就是一直有一些口罩痘痘 就是因為長期戴口罩的悶痘 那其實悶痘你還是要去處理 如果你只是一些些微小小的一些粉刺啊痘痘 其實敷這個面膜也可以得到解決 那這一款號稱口罩面膜啊 它裡面加了一些微棗萃取 它可以去修復你的發炎的肌膚 還有加了一些白花的萃取 它可以減少你的那個皮脂的分泌 讓你就是不會有那麼多油脂悶在這裡面 最後啊它還加了一點點的乳酸 就是它是可以非常輕微的幫你的角質 做一些輕微的代謝 那敷這張面膜我覺得也蠻有趣 就是只要敷下面這一塊 那敷它大概要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我可以敷到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喔 那它撕下來之後 它的就是這邊的皮膚 不是像敷完一些面膜一樣就是很水 它其實是乾乾的很清爽的感覺 今天啊我介紹這麼多種功能型的面膜 有美白有保濕還有抗痘的一些片狀面膜 我覺得宅在家真的可以好好來敷它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